Hello各位早晨 今次講這齣戲叫Point Sacrifice 最近不是Pornography的Point 最近很多人在講捉棋 找出捉棋的戲來講一下 在香港好像沒做過 故事是真人真事改篇的 據說在70年代的美國蘇聯冷戰時期的時候 在美國有個天才型的旗手 Bobby Fisher 不知道真實是否說他幾乎在美國在足企界唯一的希望 他年輕 足企是厲害 平時在足企這方面 在國際賽事各方面 美國是節節敗退 完全被蘇聯按住來砌 他在這齣戲說 這個年輕的旗手 如何步步進逼 去到一個位置 他會挑戰蘇聯第一旗手 說他們這一系列的旗局 結果是怎樣 說整個過程 在過程中不只是比賽 他有很多事情說 Bobby Fisher這個人 主要是說他如何發瘋 很囂張 小小東西不適合就掃下棋 那些 對於捉棋有些人的聲音 吵到他發脾氣 那些很囂張 這齣戲 你看 他的戲名 氣桌 再加上他的背景 一個冷戰時期 你會感覺到 他裡面也有一點 是這樣的 他講到這個角色 他這麼變態 人生這麼失敗 除了在足企之外 他在各方面 他也是非常失敗的 一個這樣的人 他是 成為了這個時代的一個氣桌 他的故事想說到他是這樣的 但是 作為一個觀眾 我是完全接受不了 我會覺得 這個人他搞成這樣 只不過因為他自己變態 因為他難搞 因為他性格的問題 不關那個大時代事 我覺得 因為他這個角色 因為他真人真事改編 他那個真人就是一個糟糕 那 沒辦法的 你扭曲那個故事 說到他其實是一個很慘的人 但是完全沒有說服力 所以我覺得這個在故事上 是不合理的 其實這個導演 Edward Wake 他過了一陣子的好戲 那些什麼 Lars Samurai 我覺得都是 相當之不錯的 Blood Diamond也不錯 Blood Diamond也好看 但這齣就不太好 之前的Love Another Drugs 我覺得都OK的 但這齣就不行 我覺得 是被他的 source material限制了 至於那些演員 演出蘇聯的那個 OK的 叫什麼名字 Liv Schreiber 類似的 類似的 搞了我的女神 Naomi Watts 他在Spotlight裡面很好看 在這齣就失色了 立即 Toby McGuire就是 蜘蛛俠俠 他就傾情演出 他很投入 也挺好看的 看他的演出 但也是那一個問題 因為他演繹的人 他本身是不討人喜歡的 沒有人會覺得同情他 起碼我不會 所以 也是打了折扣 因為是一個我不喜歡看的角色 而且要看完整齣的電影 我覺得是挺難受的 整體來說 其實這齣也 拍得好 製作價值是有的 還有 Toby McGuire的演員質素是高的 但故事 不好看 所以我最多只能給這齣的電影 試 如果你無無聊聊 在家裡有得免費看 一元都沒有給他 如果有得免費 無端端有得看 那也值得看看